中华职棒元年四大名头齐聚就职大典献唱国歌 他们分别是三翔虎康明山 兄弟像陈奕信 魏权龙黄平阳以及统医师谢长亨 黄平阳拿着麦克风卖力高歌 四人首次在总统就职典礼领唱国歌 每人都战战兢兢 过去他们分别效力终止龙丝虎向四支球队 其中康明山夺下62胜对史最多记录 假日飞刀手陈奕信在两联盟抢下18胜玩丰盛记录 至今无人能敌 金碧人黄平阳跨际连续玩头十场也创下联盟记录 曹总谢长亨更是终止时尚第一位百胜投手 如今虽然四人都已退休 仍以实际行动表现爱国和一颗爱棒球的心 IDF F-16换向2000战斗机以及永鹰高叫机 五架四战机一大雁队形编队飞过总统府上空 国二林这天向三军统帅以及各国嘉宾致意 巨服国旗由陆军CH-47SD气弩克中型运输直升机 吊挂进场展现气势 赖清德肖美琴正副总统就职 庆祝活动不断 也期许台湾有一个美好未来 明镜新闻众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